我现在还行,因为我穿的毛衣啊 学的头发 不冷了是吧 这样也不冷 你想一想咱们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暖气了 没有开过暖气 我们搬到就是在定服装处的那第二套房子 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也就是说七年的时间 我们是北京奇迹 也就是说咱们在北京七年 这个屋里的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对吧 暖气从来没热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都是自取暖 自取暖 咱们从来没有开过那个壁挂炉 而且北京温度还行啊 我感觉没有动到特别难受 我们之前在定服装的那个房子 那个是自取暖 那个炉子我们都不会用 没开过 从来没开过 法兰西的一个什么壁挂是吧 我还拍了一下 他请教了一下专业人员 人事 然后 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洗澡的是什么 是太阳能吗 洗澡的是温泉 因为它本身自己是温泉 小区是温泉水 在那个屋子的时候 我唯一就感觉要建设一下 就是冬天去洗澡 因为那个温泉水 它温度本身给我特别高 对 只有晚上 十一二点 对九点之后吧 大家都开始洗澡了以后 那个水会被大家控制 要不然你要是六点都有洗澡的话 开始洗就有点冷 但是在室内 我觉得我没感觉 冷到没办法忍受 而且那房子不是朝向朝暖吗 白天那时候好暖 对 所以你说 这么多年 咱们就没用过暖气 什么原因呢 去暖飞 从来没捐回去暖飞 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三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这个房屋朝向 如果是朝暖 而且你是高层 真的就是很暖 太阳会晒 最起码晒半天吧 是吧 你晒得暖阳阳呢 这个房子是正南 还是东南 有东南有正南 反正这房子 早上十一点的时候 十点十一点的时候 卧室那个阳光刚好在床上 我每天看到那个阳光 我就想躺过去 特别很暖 然后咱们之前住那个地方 就是那就是全向南是吧 卧室两个卧室 加上一个客厅全都是向南 你看现在热搜的第二十条说 2020年将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年分之一 那今年肯定势必也不用看暖 还有一个 第一个不就是朝向吗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咱们住的还刚好都是高层的中间层 就是中间偏上的 左右上下全都有邻居 也许他们开了就 我们沾了他们的光 沾了点光 我觉得可能 我们现在隔壁住院的小孩 有出生不开族的小孩 所以他们家肯定不在 第三个就是咱们可能比较抗动 不怕冷 就是 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这个 我看现在北京 现在的室温是 我认为现在外面是多少度 现在北京是一度 就是气温是一度 我觉得咱们可以靠 这种 不不不 15度以上应该 15到20度之间吧 就是我的什么感觉呢 我穿这个圈衫 穿 因为就只穿了 这一个圈衫吗 穿一会儿 再穿半个小时 可能有点凉 但是要是一直穿那也没问题 可是我有时候会套路 把洞去 今年不能感冒啊 就还好是吧 嗯 手也是热的 你看咱们 你看咱们是 冬天不用暖气 夏天不用空调 我是觉得 挺奇葩的 挺奇葩的 我是觉得什么呢 就是暖气特别 燥热那种 我反正不太习惯 就在屋里 冬天的时候 北京在屋里 对 穿着背心什么的 那种 天天敞着窗户 特别燥热那种 我觉得那种 就身体也不太好 其实人的那种 耐寒和抗热的能力 还是挺强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 现代的科技的发展 现代生活 人越来越 焦气了 总是要 可能是越来越想要享受 空调什么的 这种加链呀 非常普及 空调 我像比暖气来说 我更受不了空调 就是它 不能开热睡觉 如果还有特别冷的时候 我冬 就是感觉 所以咱们是两个奇葩 冬天不取暖的奇葩 在北京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我还挺好奇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北京这样的北方城市 冬天不用暖气 想做个小调查 有没有自取暖 不开暖气的 肯定有吧 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北京相对于 北方的其他城市 比如跟东北比 它的温度相对还是 冬天还是没那么低的 对 上次我跟小谭哥 打了2000块钱的赌 就是说北京如果 有一个冬天 有气温超过 零下15度 超过20天 超过20天 绝对不可能 超过20天的话 就他送2000块钱给我 要是不超过的话 我就送2000块钱 那是绝对不可能 目前为止 可能是我要给他 不是这个 你看北京这种地方 没有那么冷 可能我是低估了 零下15度那种 还冷的程度 没错 我一直以为 就是冷一点 零下15度 那应该是 东北的水平的冬天 东北那更冷的时候也有 所以今天就聊到这吧 两个在北京冬天 却不取暖的人 却不用暖气的人 两个在北京冬天 两个在北京冬天 却不用暖气的人 你觉得我们够厉害吗 在北京七年 没有用过暖气这个东西 敢不敢向我们取习 我们现在是会 缓暴一点 太缓暴了 低碳生活 OK就到这了 低碳 少拍点 少拍点 凤梦